射击力霸掏空弊案的力霸集团创办人王佑增最小的儿子王令兴 之前被依背信罪判刑两年确定 台北地检署昨天传唤道案 接受检方新闻之后发间台北监狱 少许人手靠起了两两一组靠在一起 缓缓走上球车准备入肩服刑 仔细看身穿白色T恤 顶着大光头戴眼镜身材撞出的男子不是别人 就是力霸掏空弊案当中王佑增最小的儿子 王家小王子王令兴 时间回到96年 王令兴当初是家中第一个被交保的人 比起被积压之前 双颊风雨气色很不错的模样 一斤差很大 更别说现在得吃上饶饭 看起来特别狼狈 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司法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那因为现在司法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那我想我就不太方便表示其他意见 那你现在能不能做这个表情 我可以做这个 我想就感谢大家的关心 那造成社会的这个困扰 那我感到很抱歉 谢谢大家 谢谢 当初强调一切交由司法审理 高院认定力霸案 王令兴被依背信罪判刑 两年确定15号法前执行 这次小王子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比起还在逃亡的老爸王佑增更有担当 新闻新闻台北综合报道